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变迁 脸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标识之一 埋头行业不断生耕 融入生活 自我造学 金剧彩素脸谱要做的 是让这门记忆活起来 创新从来都不是天马星空的 它一定是有据可依的 经过考量的 金剧彩素脸谱是戏曲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城市 大多人物有自己特定的朴实和色彩 其讲究构图严谨 比较流畅 色彩名利又不时庄重高雅 脸谱虽小 但这项记忆 对中国传统颜色的继承 对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保存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论是市场的需求 还是任何纯艺术的创新 或者是没有编辑的 那是不可能的 它肯定是要有一个根基 殿堂之上 大众之中 三行七彩 会救人生 赵楠 金剧彩素脸谱 新一代传承人 始于手艺 意味手艺 耳濡目染 奠定专业功底 从制作泥坯开始 到套手 修坯 刷白 烫绒 彩绘 粘贴 装盒 须步步不落 了然于胸 从讨厌到喜欢 从喜欢到热爱 尸骨 而不溺骨 手正创新 方能探索传承之道 我打破传统的一个特点就是 打破了它的材质 我在做创新的时候 我的脸谱不再画在脸上了 然后也不局限于画在墙上 或者画在哪里 没落 重振 存在 创新 领悟 打磨 找寻 传承 动漫化 时尚化 体系化 特色化 金剧彩素脸谱传承人 用青春力量 发扬传统飞夷 用无懈热爱 捍卫 古老文化 我在我们圈里也算是刷新了大家对于那个飞翼传承人的认识 我就努力要走出一个洋气的感觉 然后包括做脸谱 我也愿意把它做得更时尚 然后创新 然后有更多的机会 对 保持初心 一路探索 不断与传统文化融合自洽 从小工坊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剧彩素脸谱 用自己的特色 把中国文化讲给世界倾听 新华网和网易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int1刘宇 飞夷传承 我们一直在心动